還不怎麼樣給我點個信號啊 啊我點的自白 一擊隨意的格文 夠奇怪哦 一擊隨意 有危險嗎 不是 為什麼我掉的水比他多啊 明明我偷A偷的比較多 嗯 我帶他去 呵呵 等一下 格文在玩也兩名啊 他兩瓶藥子 他兩瓶要打我一瓶 是人 他的藥水可以用兩次 這把漏好多刀 唉呦 這三刀應該講到底要最少補到兩刀 可惜啊 弱了兩刀 有三刀 他還沒用 我來發現問題 他已經沒有了 他應該沒有了 我幫你打 他應該要把他拖延 我把你拖延 我把你拖延 他應該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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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标,标得挺准的,他没标到的话我也可以刹,刀问题也不大了,他没标到我也可以刹 他没标到我E上去一个AQ的话就死了 没什么影响呗 先不说耀光啊,对线打不过的,你说耀光对线也打不过 出场间抗压比较好 出场间抗压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是你耀光你虽然伤害高了,但是你很脆你知道呗 过往的残酷回忆 这样出的话比较好看 你看 而且我们是,你看这样打伤害其实也不低 你说耀光的话压力太大了,知道吗 就像这样的对吧,你说你对线换血优势,哦不好意思别人叫打也来了 我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呗 说我宁愿我不要什么换血优势,我就洗手我对线不要死 这个线他一定要搞的,他不搞这个线他玩不了 我们大概在下一个空小龙 这个也是 就是现在你就像我这样的出场间的通知鲜金,这个也是比赛放比较场间那种打法 就清淡于打比赛啊,就是这样出的 这样出其实原因很简单 抗压 抗压,耀光他那个装备是没有任何属性的 就好像是老版本青鲜鱼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 老版三项的青鲜鱼 当时三项还是 小木锤加耀光加风刺 耀光还是1000块 你见过那个时候有先出耀光吗?没有 都是先出小木锤,为什么呢 先出耀光你虽然Q的方法高了 但是很脆 没有任何的一个对线的一个抗压能力 没有任何的一个对线的一个换血的一个能力 老版本也都是先出那个的 或者先出提亚马特 没有先出耀光 差不多就是把那套打法重新 又搬回来 一般都是提亚马特加耀光,那就是 极限输出流 或者说是提亚马特加小木锤 或者说木锤,先木锤 绝对没有先耀光的 不管怎么样 耀光都是第2件在出的 耀光第1件出的一般都使得挺惨的 以前的木锤不是攻击回复血量啊 以前的木锤是那个 以前的木锤是加攻速加移速 你杀死一个小兵加60移速 平衡一下加30移速 平衡一下加20移速 以前的木锤是加移速的 你打死一个兵就加60移速 如果你没有打死兵就加20移速 直接开大 我把银线震开 让到就好像比较好处杀 他这里看我们就是我们一一上去他就直接开大了 你为什么可以敢开大呢 因为我们 我们只要血量不满 就是他斩他线 对他还没带点火 我们只要敢把位移交掉他就可以直接开大强行咬我们 就这样 为什么我和格温这个英雄齐线没有很好打的原因就在这了 他6级的爆发 碾压我们 我不打吗 我删很多钱 我想回家 挺伤的呀 我们删对线打印了 对线我们这边是小U但是 还是亏 算了先锋也没了 继续摊吧 最早版的三枪是有暴击加法强的 我不会被误导 好的 特别担心 学致 但是 并非 想 我想 这边 开门 王子 师父 发 知道门 啊别点神6号啊 卡面是这样的 好 好 好 先放弓 好 好 好 呵呵 呵呵 啊 主播是三頭股 呵呵 恐懼大老闆的美衣法 我把他大刀逼出來了 大刀逼了他三尊大 然後再走著你 哎 呵呵呵 舒服 哎 這就是卡蜜 上單不是啥啥啥啥 上單最講究是一個能行四度 哇太舒服了 說他卡蜜還是需要有人幫 有人幫的話這個英雄真的很舒服 你們 就思考一下 對不對 如果 哎 我不幫隊友創造機會讓他來抓上路 那我們暴女就抓哪呢 暴女就沒地方抓了 好吧 我們這樣就可以很好的幹嘛呢 讓暴女找到了一條路 找到了一個路 讓暴女有地方可去 讓暴女有地方可去 蛤 你覺得你打得過我 還是覺得你打得過我的神分 恩 可問玩家都是這樣的嗎 你沒大招我有神分 你又開個機口追著我硬A 醬子瞧不起人 我会敲不起人吗 等我到,等我到,等我到 别扎实 你妈的女芒果 真的离谱,还把我们打野的闪现给打开 他这一身破烂装备凭什么伤害这么高啊 他这一身破烂装备凭什么伤害这么高啊 他这一身破烂装备凭什么伤害这么高 说没道理,成熟女蛮走 我虽然不懂,但我大受伤害 这大语怎么出生破烂呢 这不是吧,这应该不是他的装备 是我们中单装备 先拿先锋吧 先拿来 素质怪比他又不素质 你要这和卡尼也比的话他是挺素质的 葛温他这个英雄的一个素质处于什么 素质但又没有完全素质 但你说他没有素质 那他其实还是有素质 可能比较浪 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这也是道德 我来抓你 进化大道上的又一步 有道天才是反应我 否则会不会有命 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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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hiss 好意思 为敌人 你的心灵还是处为你快的 啊坏了 我们刚才都没踢踢踢踢他被我秒的 啊?啊?啊? 啊? 他大刀应该差不多算好了 他大刀应该差不多算好了 他大刀差不多算好了 他大刀赚得很快 先把漏装做一下吧 不然的话我被两个人抓的话我也抗不了 我现在就输出很高但我很脆 我需要补点蓝度 先抬个塔吧 我们的关注 Summon了 我先去寻找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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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小学生 你不如在跃娜 那么我去击弱 你很久了 你看是寻找猫 能不能够找猫 就算出来 漏装补冰心不适合 这把我们C力很弱了 冰心就一个很大的价格在于他的减cd 但是我们这把减cd已经很弱了 我不交本着没有 大力的位置 必须不及待 啊 怎么被抢呢 不是 你没成绩 你为什么 我一成绩为什么要开龙啊 如果要开人的话 那这个龙就不该打呀 然后我们都快打完了 我的我的 我没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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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没成绩 我没有看到他说没有成绩 他就点了一下你知道吗 老早点了一下没有成绩 他就老早点了一下没有成绩 然后他就没点过了 别吵架呀 我没注意到他说没成绩 你知道吗 他就点了一下 真没看到呀 吵架没什么意义 拿到龙团了 拿到龙团了 我闹闹的呢 被抢了就被抢了呗 不要先封龙 龙也给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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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中单为什么要强 强行抓他那个问题 你要增缩问题的话 应该说他不标他没成绩的事情 他就标了一下 就杀完人 我们在这里他的时候他标了一下 然后我们打龙的时候 他是一下成绩都没有标的 找吧 我就没注意他是没成绩的 不然我出去开人了 不然我不会再封龙中 因为他就是, 和他有一个双手 过来到增加的关系 你没有什么可以 回答再谓 我担心一下 你没有什么可以 最后带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